Hola Todos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西班牙语的课堂 跟我一起学习西班牙语 那么在上几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西班牙语的五个原因 和七个辅音字母 今天我们在学习 西班牙语中其他的辅音字母 第一个 fe go 那这两个辅音字母 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讲呢 因为当辅音字母 fe和原音 a o u 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发的是k 那这是一个轻辅音 发音的时候声带是不振动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ka ko ku aka oko uku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了 为什么没有提到原音 e和i呢 那么是因为 fe这个辅音字母 碰到原音 a和i的时候 它不是发k 而是发 那么在以后的课中 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找另外一个字母来代替 能够发出 ge 和gi 这两个音了 那这个字母 就是 ku 那么 ku的后面必须要加上 不发音的原音 u 然后再跟 a i 组合 才能构成音节 也就是说 ge 和 gi 应该是这样书写的 咱们再一起来练习一下 下面一个辅音字母是 che 那这个字母是英语当中没有的 它看上去是由两个字母组成 可实际上 它是一个字母 名称是 che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这个辅音字母 这个字母出现在停顿后的 词首或者是语调群当中的 n l 后面的时候 发的是左辅音 d 发音的时候声带是震动的 比如 d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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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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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de 这个字母要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字母 de 区别开来 de 是一个着符音 发音的时候声带震动 而 de 是一个轻符音 发音的时候声带不震动 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 这两个字母在发音和听力中都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那需要大家反复的练习 大家可以这样来练习区分这一对轻着符音 下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组符音 因为这两个字母发音规则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放在一起介绍 当字母 ve 或者 v 出现在停顿后的词首 或者语调群当中的 m 后面的时候 它发的是着符音 b 那发这个着符音的时候声带同时要震动 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两个字母的发音也要和我们上节课学到的轻符音 b 区分开来 那也要大家反复的练习 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这一对轻着符音的区别大家还可以注意 在发着符音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加符音 这样能够更加强化着符音和轻符音之间的区别 比如 b 新符音 b 那除了上面介绍的其他情况以外 那这两个符音字母 ve 和 uve 的发音都需要弱化 那发成擦着符音 那这个音是 ve 的弱化 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不要发成音语里面的 v 这个音了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下面一个符音字母 r 对于绝大多数的同学来说 这是西班牙语字母当中最特别的一个音 我们俗称它为大舌音 那么请大家一定要充满信心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 在练习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其实都是可以顺利发出来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它的发音规则 那当 r 放在此首 或者是 s l n 之后 和出现了双斜的 r 的时候 它发的是多姬的颤音 多姬顾名思义就是舌尖需要颤动多次 那么当 r 放在单词的中间 或者是词尾的时候 它发的是单姬颤音 也就是说咱们的舌尖颤动一次 那大家注意我的手势 这个窝起来的部分 就像我们口腔的内部 那这里是上齿音 那舌头 我们首先要彻底的放松舌头 那发音的时候 咱们的舌尖微微向上抬起 以上齿音中间留一丝缝隙 或者是你轻轻的接触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要让气流集中通过 触碰舌尖 让舌尖随着气流颤动起来 那么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那么多姬颤音练习熟练以后 咱们就能自如地控制我们的舌尖 那么单姬颤音的时候 那就是舌头抬起 然后在气流的冲击下 放平舌尖这么一个动作 比如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福音字母 那这个字母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发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字母只用来拼写外来词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单词当中的发音 下面的福音字母 我们之前在学习另外一个福音字母的时候有提到 那么 它遇到了原因A和E的时候 发的是 那么 这个字母遇到其他三个原因 A、O、U的时候 那它和C和C的发音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发这个音的时候 舌尖是从尺缝中微微的伸出 比如 所以请大家注意 这一组音节的书写 下面一个福音字母 那么F的发音相对简单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下面的福音字母 名称是 那么这个福音字母 和原音A、O、U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发的是左福音 或者是弱化这个左福音 而 G和G 要发这两个音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中间加上不发音的U 所以 这一组音节的正确发音和书写 应该是 我们继续来练习写 我们继续来练习一下 这一组左福音 它对应的轻福音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G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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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 这一个组合 另外 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了G和G的书写 那其中U是不发音的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在U上面带上了分音符号 U上面带了两点之后 就恢复了U这个原因的发音 就应该是 GUE、GUI 所以这两个单词应该是这样读的 BERGUENZA LINGUISTA 那么我们可以顺便记一下 这个字母的另外一组发音的规则 GUA GUE GUI GUA 好 这一刻的第十个福音字母 HOTA 那么HOTA这个字母 和五个原因放在一起 它的发音应该是这样的 HA HE HI HO HU HOVEN HEFA 另外 咱们学的上一个字母的名称是HE 那也就是说 HE这个字母和原因E和I的组合 它的发音也是 HE和HI 比如HENTE HIRASOL 下一个福音字母 那么这个字母 也是西班牙语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字母 大家看到西班牙 ESPANIA这个单词当中就有这个字母 它的名称是ENYE 那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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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来看看这一刻的最后一个福音字母 HATCHE HATCHE HATCHE这个福音字母实际上它和原音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发音的 那么虽然它不发音 但是咱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是不能够省略的 它的读音是 A E I O U IHA OLA UMA NO 我们说这个字母在书写的时候不省略 是因为比如说 OLA 没有ACHE 它的意思是海浪 而加上ACHE OLA 那它是你好的意思 好 咱们现在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在这一讲当中 有几个福音字母的发音或者是书写需要特别注意的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首先是清卓福音的区别 或者用福音字母 它们对应的轻辅音是 它们对应的轻辅音是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在音节书写中特殊的字母 其中 GUE和GUE借助了另外一个福音字母GU和加上了不发音的原因U FA F這個字母和原音A和1组合发成F C 那么 za F F 借助了另外一个福音字母 FET Deutsche 下面这一个辅音字母 我们要注意它的三组的发音规则 其中在 这两个音节当中 咱们借助了不发音的原因 那么在这里 如果原因需要发音的话 我们加上分音符号 那么就变成了 如果没有原因 那嘿这个字母 和原因 一的组合 它发为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主要的内容 请同学们多多练习 谢谢大家